日本这段时间可谓是仇态百出 日本疫情爆发 坚持举办奥运会的精神客家 释放核废水的操作可谓是晚得滑少 这时不顾地球 就连自己国家人民健康也是全然不顾了 而他们的神操作还没完 这不又被韩国爆出 给奥运会运动员吃辅导食物 这是准备拿运动员当小白鼠吗 在当今全球疫情严重的情况下 很多人或许都不怎么关注 东京奥运会这件事了 但是不甘人下的日本人却在疫情期间 做出了比疫情还要引人注目 花样百出的东京奥运会 那么关于东京奥运会 他们都做出了哪些神操作呢 现在的东京奥运会又搞出了哪些新式的花样呢 他们又为何要坚持举办奥运会呢 说起东京奥运会 原本按照正常程序走的话 在去年东京奥运会就要举办的 这对他们是有中担意义的 因为东京奥运会申办成功 意味着他们将成为巴黎 伦敦 洛杉矶 雅典后 世界上第五个 至少举办两次的夏季奥运会城市 同时也是亚洲第一个 最重要的是 这想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一大波红利 可谓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 但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打破了他们的所有幻想 由于疫情的爆发 日本不得不推迟奥运会的举办 那时候他们还在想 疫情没多久就会消减消退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 疫情一直持续到今天 虽然情况是好了很多 得到了有效控制 当然这只是我们中国的情况 像美国 印度 日本这些国家的疫情 依然不容小觑 甚至出现的避疫毒株 也已经在世界多个国家扮演开 这也就意味着 很多国家的疫情更加严重了 所以这时候的日本面临着一个选择 东京奥运会今年到底要不要举办 这在日本国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讨论的结果也很清楚 基本上正常的日本人都认为 不要办 应该取消奥运会 而另一批持相反意见的人 我们也不难想到 那就是菅英伟等人了 他们都非常坚定地认为 奥运会要举办 因为他们考虑的是 奥运会所带给他们的利益 毕竟他们的奥运会历史上 搭赚美元的经历 可是让他们难以忘记的 可菅英伟是否想得到 奥运会让他们赚的美元 最终不会又花到严重的疫情上吗 毕竟现在全球疫情这么严重 变异病毒也开始蔓延 而那些疫情严重的国家 对于参加这次奥运会尤为积极 其中印度对这次奥运会 就有着迷之执 他们早早就表示 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实力 他们对这次运动会 可谓是信心满满 这还真是不是原假不剧头 日本人一听 那是怕了不信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民众呼吁取消奥运会的声音 甚嚣尘上 然而这一次 他们却不顾民众反对 坚持要在7月23号 如期举办东京奥运会 这个举动一瞬间激怒了日本民众 纷纷怒斥坚英伟 是草菅人命的坚 事情逐渐跟着事实走向发展 既然要举办 那么把防疫工作做好也行 毕竟那些不怕死来比赛的 来游玩的人员 他们基本的生命安全 能得到保障 但是接着爆出来的事情 让我们知道 日本真的是好的不学 前段时间 距离日本以海之隔的韩国 早前就因为河飞水事件 与日本闹得不可开交 而福岛海鲜仪式 无疑是再度踩到了韩国的雷区 于是韩国媒体将日本的仇事 公之于众 报道的大致内容是 在接下来的东京奥运会 以及财奥会期间 他们公布出来的运动员菜单中 出现了日本福岛食物 他们的想法就是 想让各国运动员常常 来消除人们对福岛食物的顾虑 不知道河飞水 跟这些食物有没有关系 但福岛核电站泄露 总该跟这些东西有关系吧 反正不管日本怎么说 韩国是不会相信 他们的欢言巧语的 韩国对此就谴责了日本 并讽刺地表示 韩国将会给他们的运动员选手 亲自准备变道 绝对不会吃福岛食物 不只是韩国 就连他们自己国家的人 都看不下去了 认为用福岛食物 招待各国运动员 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一些国家甚至直接退出了 这次运动会 朝鲜新西兰国家接连退出 朝鲜表示 自己国家医疗设施相对险漏 宁愿牺牲经济 也不能让病毒 蔓延到朝鲜境内去 新西兰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也慌忙退出了这次奥运会 毕竟比起那几块奖牌 命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之前的河西楼事件 可不是小事情 当时他们宣布 要将核废水排入大海中时 就遭到了很多国家的反对 以及谴责 即便他们表示 会用技术将废水 进行一定的处理 达到可以核的水平 才会排到大海中 还表示 他们愿意接受 国际组织的监督 这个话说的 倒是十分漂亮好听 然而 并没有人会相信这种话 毕竟 都处理的能喝了 干嘛不直接喝了 为什么还要排入海里呢 其实 日本排放废水 之所以一时惊奇前层浪 主要原因还是 这些废水的危害 以及难处理性 这些废水当中 都含有非常多的有害物质 而这些有害的废水 被排放进海中的话 在几十天的时间内 就可能会覆盖整个太平洋 同时 海洋中的大量生物 也会沾染到这种有害物质 而我们使用的很多海鲜产品 就会被污染 最终导致这些有害物质 会堆积到我们人体内 对我们的健康 造成巨大的威胁 并且海洋环境 也会遭到严重破坏 因此 他们的这一做法 不仅是危害其国内的人民 更是对全人类都有着不小的威胁 事实上 据现在的技术水平来说 和废水并不能直接有效的处理掉 一般情况下 都是经过处理后 再进行封藏 包括中国在内 大多数国家 基本都是把这种废水封存起来 待到以后 技术可以处理之后 再进行处理 而日本称他们 可以处理这种废水 那何不公布出来 造福下人类呢 而不是在这 隔三差五的提出来排放废水 又时不时偷偷向海中排放一点 这种行为真的让人震惊 他们的行为真的 一点也不顾及地球安危 以及人类安全 这次的福岛食物事件 也是因为几年前 福岛和泄楼事件之后 其实当地的土地 就已经受到了污染 虽然福岛的农业范围 现在在禁区之外 但是日本把年辐射量 二十毫几幅的地区 作为解除禁区的标准 可在国际上 则是以年辐射量 超过六毫几幅的地区 列为受放射性影响的地方 这就意味着 尽管福岛农作物 是在禁区之外 但是这个地区仍然遭受着 核辐射的影响 农村物在生长过程中 吸收土壤中的有害元素 然后通过食用 同样会汇集到人体体内 这对人体的危害显而易见 最明显的就是 在福岛附近海域中 捕捞到的叙食品油体内 就检测出了这种放射性物质 其体内已经超出了 日本国家食品标准的5倍 之后福岛限于列 就将该羽种停止上市了 于是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 对福岛的这类产品 都进行了限制 至今仍然有15个国家和地区 依然不接受该地区的农产品进口 其中就包括我们中国 而那些即使接受了 福岛地区食物进口的 国家和地区 他们的人民 依然不接受这些食物 这些食物在这些国家和地区 不仅不受欢迎 竞争力更是十分低 现在福岛食物 即将出现在奥运会运动员村 目的就是想要通过这次奥运会 来提升福岛食物的形象 不得不说 他们的算盘 打得实在是太好了 只是我们也不是瞎子 他们的用意 我们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 现在疫情严重的日本 坚持要举办奥运会 尤其是像印度这么严重的国家 也要来参加 如果一旦防控措施 发生纰漏出现了感染者 那么短时间内 无法检测出的变异新冠病毒感染者 一旦回国 将会带来新一波的影响 另外 还有前来参观游玩的各国游客 也让人不免担心 虽然日本表示 将举行没有关注的运动会 但是各个国家 都不乏胆达包天的人 并且疫情以来这么久 很多人都很难出门甚至远行 现在有这样一个大型活动 一些人就非要去看看 去参观游玩一段时间 到时候 这部分人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另外 他们的疫情防控措施 也实在令人担心 毕竟在去年的时候 日本的钻石公主号事件 就足以让我们有质疑的理由 在中国已经拿出 优秀的抗议范版的情况下 日本的做法 可谓是令人大地演技 钻石公主号邮轮上 大约有5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2000多名乘客 以及1000多名工作人员 当时一名刚刚下船回家的乘客 被确诊处感染了新冠病毒 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他们先是控制住了整艘游轮 并要求所有乘客和船员 必须隔离14件 然后通过核酸检测 才能下船离开 这么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 可问题就处在 他们把一船4000多人 都直接困在狭窄的公主号上 期间并不进行单独隔离 也不禁止船门聚会等行为 甚至还要求所有乘客 定期聚集在一起 其有所谓的安全播报 而最终下船 也只是进行一次检测 来判定人员是否感染 另外还有20多名乘客 因为管理的漏洞 压根没有进行检测 这种奇葩隔离措施 不但没有有效做到隔离病毒 反而是变相地 培养出了一个巨大的毒源 这样钻石公主号的 感染者人数持续飙升 也正是这种消极的抗议态度 和错误的抗议方式 让其国内的疫情状况 一直以来都不深乐观 原本在今年 好不容易降下去的疫情状况 可又因为奥运会的临近 东京解除禁忌状态 让日本疫情又开始出现了明显反弹 这其中持续增长的感染者中 还包括不少的奥运会选手 值得注意的是 传播性更强 致死率更高的德尔塔病疫病毒 也在日本蔓延起来 江东大学的西普博教授预测 到东京奥运会开幕的时候 德尔塔病毒感染人数 将占到总感染人数的70%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举行奥运会 后果将不堪设想 想想都让人毛骨悚然 因此 很多国家都在积极全说 日本继续推迟奥运会 挪威等国 向国际奥委会主席 送上了请愿书 他们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前 不要举办东京奥运会 日本国内很多人 也写出请愿书 希望菅义伟能推迟 或者取消奥运会 可无论是国际舆论 还是其国民的诉求 他们都置之不理 坚持举办东京奥运会 日本为何对奥运会这么执着 东京奥运会究竟给日本 带来哪些好处 说到底 就是形象与利益 我们首先来说说形象 现在的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 可以说是已经到达了一个新地 今年他们 突然要将福岛和电站的河飞水 排放入太平洋 这件事 立即引起了国际性的渲染打波 这种有害飞水 一旦排入大洋中 所造成的危害可向而至 然而一向奉行 名誉大于生命的他们 就像打死也不承认 当年的大屠杀等罪行一样 飞水吞了八年 才想起来处理 而处理的方式 还是最省钱 最省力 但是危害却是最大 可请接着 爆出的两个事件 却啪啪打了他们的脸 先是东京饮用水 被检测出致癌物超标 后又出现了福岛放射性杂交叶柱 其体内的这种元素 竟然惊人地超过了 安全范围的300倍 这两个事情足以证明 这种东西有多么可怕 现在又出了福岛食物 上奥运会餐桌的事情 日本早已经引发了全球的公分 而在这时候举办奥运会 虽然挽回不了他们不负责任 自私自利的形象 但是至少可以转移一部分人的视线 同时彰显一下 日本的实力依旧存在 再来说说利益 说到奥运会 最早是起源于 公元前七七六年的古希腊 直到今前 奥运会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这期间有两个 尤为重要的转折点 一个是十九时间波 法国人顾白蛋 将奥运会带入现代阶段 一个是彼得尤帕洛斯 改变了奥运会的形势 一段时间以来 奥运会其实都是 配钱赚要货的活动 1976年的加拿大 蒙特利尔奥运会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年 蒙特利尔为了面子 大肆修建新场馆 结果是 他用15天的疯狂 换来了数亿美元的债务 最终他们花费了 整整20年的时间 才算还完这笔债务 这也就是著名的 蒙特利尔陷阱 除了这件事之外 在过去的奥运会期间 今年遭遇过各种战乱 以及运动员身亡事件 这些事故 让很多国家对此 望而却步 后来是美国洛杉矶 接下来这个烫手山域 当时谁都没想到 十人洛杉矶奥委会主席的 尤波罗斯 会给奥运会 带来全新的变化 当时 由于洛杉矶并不支持这件事 尤波罗斯只好抽签举办 而这个办法 就是各种出售 胜货传递资格 明码标价出售 仅这一项 他就捞进4500万美元 此外 什么独家转播权 独家冠名权 商标使用权等等 这些基本 都是由波罗斯开创出来的 最终这场 国家零投入的 优山接奥运会 被由波罗斯 转回纯利润 2.25亿美元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这项大写运动会 成为了名利双收的活动 它不单单是 国家实力与地位的象征 还是一个国家 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 这也证实日本 现在最渴求的东西 自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时期 遭受泡沫危机的中创之后 日本的经济出现严重问题 尽管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 谁能想到 一场疫情的到来 让日本经济又再次破碎 工厂被迫停工 商场只好停业 娱乐餐饮也都关门谢客 民众的收入和消费能力 直线下滑 最终国家的经济 陷入了恶性循环 更糟糕的是 虚荣坛作祟 以及对奥运会高收益的预计 让他们几乎亲近所有的 投入到了这次奥运会上 仅仅是场馆的先生 他们就投入了 22.5亿美元的资金 要知道 这笔前五届 奥运会场馆之河都要搞 零零总总加起来 他们在这次 东京奥运会上的前期投资 就已经达到了 大约850亿人民币 家底几乎都被掏空 他们把最后希望 都放在了这次东京奥运会上 期盼着能恢复血本 近时是受疫情影响 没有观众 卖不出门票的问题 这些收入 基本上算是没戏了 转回本也没有可能 但是转播权 多少可以让他们缓解一下 财政负担 换而言之 东京奥运会 已经不是炫耀国家实力的活动了 而是他们的经济救命稻草 日本怎么可能放弃呢 眼看东京奥运会即将正式开幕 不知道到最后关头 还是否会有其他国家 会选择退出 当然 不管日本举办这次奥运会与否 都无法晚会 他们已经丢掉的现象了